如今职业体育蓬勃发展,运动员们也十分吃香,就拿NBA球星来说,少说年薪也得几十万多了几千万美元也是随处可见,挣多少是一回事,可花多少又另说了,许多NBA运动员退役就破产,姚明的老队友弗兰西斯还曾因道谢入狱,而之前以为国平坚才选手,巅峰西就选择离队去做生意。 这位乒乓球国手名叫周小冰,曾在良好的体育氛围中长大,出生于1969年的他十岁便道体校联系乒乓球,想要成为国内乒乓球的顶级选手。 周小冰付出的努力可想而知,除了接受日常训练,周小冰业余时间更是刻苦训练,之后水平不断增加,17岁便拿到了世界少年乒乓球大赛冠军,还和队友拿下了男双和混双冠军。 回国之后,周小冰并没有骄傲自满,反而更加刻苦训练,因为天赋加上刻苦训练的周小冰成为国家队教练心中的理想人选,在拿到了世界冠军后名声大告。 许多社会人士开始和周小冰有了接触,时间一久周小冰的心思就妈妈不在乒乓球上了。 1998年正处于乒乓球职业生涯上升期的周小冰忽然选择离队,当时的他只有19岁, 可是这一决定当时的省队教练周来发说,当时很多人既惊讶也觉得顺理成章, 因为包括周小冰自己也感觉,他更适合做生意,尽管离开了国家队但还是有乒乓球情怀。 在离开国家队后,他先是回到家乡徐州某中学,担任该校乒乓球总教练的职务,随后走上致富之路, 很快成为了金融业成功人士,随即也喜欢上了股丸,一来二往就越发迷恋股丸,也萌生了步伐的想法。 周小冰也开始为很多当幕者提供资金,在幕后指挥,他的团队非常专业,不仅有洛阳产, 还陪备探馆和雷馆等工具。自从周小冰成为成功人士之后,曾经的队友回忆到这一场景, 那次我们去无锡打一个锦标赛,周小冰来了,开着高档车,一下来,身后就跟着许多的小弟,想要脱衣服了, 就马上有人上去帮他脱,要喝水了,马上有人泡好地上,像足了上海滩的老大, 曾经年少成名被多位教练看好的情况下,依然离队去做生意,却最终走上了不规律,收到法律制裁, 本可在乒乓球世界里驰骋的少年,如今令人唏嘘不已。